老杨到处说 新加坡放开经验有一个启示 特别对我们来说有个启示 老祖宗有说过这么一句话 凡事欲则利不欲则废 在这个突然放宽过程中 好像再次得到了验证 网络上传了一份 新加坡政府决定放宽疫情管控的过程 很简单 政府提前三到四周 确定开放的日期 提前多次召开新文发布会 解释具体的步骤 政府的总理和内阁成员 轮流上岗亲自解释政策分析对策 让民众做好充分的心理和物质的准备 新加坡政府为每一户免费发送血氧仪 测试和口罩 整体安排给外界的感觉是紧紧有条 从间这个过程没有发生药品短缺 哄抬物价等等的恶性事件 也没有指的鼻子骂娘 被舆论认为已然成为全员免疫的 全球防疫抗疫成功的典型案例 当然香港迄今为止的防疫政策措施 除了年初出现了短暂的混乱 养老院出现大面积老人两亿死亡之外 大致上没有太多其他的闪失 这一点香港目前还坚持的不错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 公共政策学院的吴木兰教授 那么在接受英国BBC专访时指出 他说放松管控前很多国家都会先提出一个路线图 安排一个步骤 接着一个步骤 公诸已重 我们会怎么做 政府还会跟民众形成一个新的社会契约 他说在中国完全没这个过程 党说了算 这里提出了一个社会契约的概念 你要严控 需要大家做出 部分的出浪个人权利的牺牲 那你也要做好完整的解释 这就是一个新的社会契约的产生 久而久之 大家都不喜欢疫情带来的各种限制措施 那么很多国家的政府就会说 你要我移除限制 那么社会契约重新制定 基本做法打疫苗 联系先大的人先打 然后慢慢的放坑 一般都会这么做 他又再度举了新加坡的历史 说去年六月新加坡是联合领导抗疫 夸部门工作小组的 贸工部的部长 严金勇 财政部部的黄巡才 卫生部的王以康 那么在媒体联缘发文 提出关于疫苗接种 病毒检测和治疗的一系列计划方案 跟民众商榷 逐步的迈向新常态 这就是新加坡特色的路线图 那么跟新加坡比无无乱说 中国政府有很多解释工作 跟没有做 没有做好准备 中国早就应该引进忽必泰这个疫苗 但是2021年的中国 其实损失了很多机会 当时很多国家 不论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在推行疫苗策略 多轮施打疫苗 特别是RNA新冠疫苗起了很大作用 其实中国复兴公司代理的忽必泰 就是这一类疫苗 可惜中国浪费了这个机会 很多国家在做出这种新的社会契约过程中 或者新的契约之后 老百姓会更加的信任政府 本来中国民众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度 是相当高的 党教干啥就干啥 但是今天来看 中国的官民之间的裂痕 反而是加深了 而不是弥合 上个月的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其实却表现出民众对政府的不满 那目前普遍存在的缺一少的混乱状况 还在加深这种不信任感 一个是社会企业 一个是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 从舆情反应看 这段时间突然放开 已然是很明显的政策败笔 把这样的突然放开和出现了紊乱 归咎于白痴革命的参与者 这是本末导致 让公众失去了追责问责的焦点 我们的这个过程 任何一个危机过程 我们都没有办法期待 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来扮演追责问责的角色 甚至提出建议 我们都不期待 因为在任何一个重大的 公共灾难事件的面前 这些人保持沉默 已经成了政治惯性 北京学者丁一鸣 今天的联合早报写了一篇文章 叫做欲则利不欲则废 委婉地触及到了决策体系 在这次的公共卫生政策 突然转向的致命的缺陷 丁一鸣说 建议中国政府基本没有在 事前或者事后 对某些重大决策出炉过程 向外界解释的习惯 所以公众和外界观察人士 对这一次的忽然间的U型 的政策转变 思考了思路 心路历程 是不是夜不能寐啊 睡不着觉啊 诸如此类 没有办法了解 我们现在只能看到了 全国的防疫政策 一夜之间大转向 从一个极端走向了 另外一个极端 反而出现了 全国各地很多地方 缺医少药 突如其来的防疫变化 缺少医疗的准备 渴望药品和快策事迹 出现了很多很多这样的现象 这样的U型转变 除了造成实际操作上的混乱 对中国各地政府的政治治理和有效管制 一点好处都没有 他做了一个形容 防疫政策突然变证 基础不是一个轻盈的小船 而是一艘庞大的巨轮 承载了过去三年 尖如磐石的长期态度 这会给民众和外界观察人士 带来了冲击优奇的巨大 不是说小船转向容易 庞大的船忽然间转向 它是很麻烦 疫情爆发三年来 官方对清零这个政策的基调 是咬定青山不放松 所有的政治操作 包括宣传意识形态的塑造 历史的购置 叙事 医疗准备 社会控制 政绩考评 完全是围绕这个中心者 使得清零政策在中国几乎 成了基本国策 而今年的开始 这个政策执行更加的严苛 我们一般对这样的政策转向的预期 从严到宽 需要一个渐进式的过程 基础包括 你必须逐步放宽 防疫政策的理性判断 包括必须花很多时间的扩大 高危人群的疫苗接种和普及率 要去研发特效药 让医疗系统做好准备 让民众的心态有所准备 那么长期的争议是集中的 中国应该怎么样从严苛的 清零政策中转向 没有人会预期中国是采取种 一屁股坐地下坐 啪 一下就来了 就在12月1号 孙大妈孙春兰 这讲话还包括 坚持稳中求进 走小步不停步 给人感觉还是稳的 那个小步一夜之间成了大步 北京河北广州等地 一下放开了四类药的管制 可以不用实际登明 买治疗这四类药 全国各地放开力度 抖然放大 心持叼在一出台 吹响了这个号角 接着就大家看到了 一片乱象 本来说在理想的状态下 2022年的防疫政策 应该是稀致型 而不是现在的 这种倒会了型 政府应该时刻关注 冠病变异株的科学表现 并在以冠病临床的 变异株的表现 来作为科学 解决 政策调整的依据 即便你不动态 改变防疫政策 也要做好在未来 一个时间点 改变既有的防疫政策 放开管制的觉悟 比如说年底 比如说明年春天 2020年有一整年 可以把所有的资金 放在前三针疫苗的进一步普及 然后进行某个时间点的第四针 第四针如果是在夏天都打了 那么年底放开的时候 很多人还处于疫苗抗疫的保护器 室内药的解禁 要给放开的时间点拉开距离 避免出现目前这种切衣扫药 变换叠加双向夹击 如果室内药的解开前的一个季度 四个月前解禁 就不会出现现在这种恐慌 当局当然有时间的调整市场 打击击击击的行为 没有 宣传的意识塑造 意识塑造 也可以用一年的时间慢慢的改变 冠病疫情 在公众的去妖魔化 让不断的科学普及 去去除各种谣言 让恐慌降到最低 医疗领域 也可以利用时间产出 足够用户的药品的测剂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手足无措 当然 目前的状况就是 一艘满载的大船 高速中刹车 猛打掉头 激起的浪花 漫天滔天巨浪 让所有的乘客头分脑脏 防疫政策 极度的转弯 民间对专家 对宣传 对政府的公信力 维持很多 这么大的政策 这么重要的政策 缺少事前事后的细致解释 我们现在只能既希望民众 还是像过去这样 没有条件的跟随和昨天 完全不一样的政策导向 但如果是强迫这么做 只会伤害你的 政党管制的公信力 使得脱西塔 塔西陀效应 塔西陀陷阱越歪越大 对政府一点好处都没有 首先第一句话 这样的突然转向的决策过程 不可能永远只是一个谜 一定会披露真相 以大歪天下 第二 这样一个决策体系凸显的 当然它很明显 人质决策的特点 我们很难期待的未来一段时间 科学决策会常态化 第三 塔西陀陷阱的效应在此期间 已经入意的 日益的凸显 要重建之政党 和公众之间的社会契约 尤其是重建信任感 难度明显增加 第四 突然的政策转向造成了政治 经济和社会的互面效果 目前还没有完全展示 第五 这里想起了一幅对联叫 工薪联 成都武侯池 这个联不得了 名扬侠儿 这幅对联是挂在 武侯池诸葛亮殿堂的前证中 1902年 清光绪28年的治很好 我在这里念一句 能攻心则缓彻自消 治国之兵非好战 不审视则宽言皆悟 后来治首要深思 如今我们看到的就是宽言皆悟 而宽言皆悟肯定不是最好的 治国理性的结果 第四 第最后一句话 凡事欲则利 不欲则废 对第三个任期的施政表现 至少这次突然转向 我们还可以思考的更多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最后一句话 伍子 我切个省 资政是 最后一句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